大家好,欢迎来到游戏前哨站,我是专为你们解决游戏荒的陈锋,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款手游,叫做勇士食堂,简约可爱的画面,简单的操作,接下来先欣赏一段官方宣传片吧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勇士食堂是一款萌美勇士,闯荡异世界主题的冒险RPG游戏,游戏将养成与战斗结合为一体,既可以完成任务进行挑战,也可以制作各种美食不给,超多的职业设计,每个英雄都会有不同的体验。 这些少女可以拥有一个基地作为主要的生活场所,在得到任务之后就要从基地里面出去完成各种艰难的任务,沿途可能遭遇到天上掉落了陨石这种意外的状况。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,你需要更加快速的反应能,凭借学习道德魔法反抗命运的安排,努力从地牢里面生还然后继续战斗。 最后挑战大Boss,游戏里所获得的各种稀有食材能让你制作更多的美食,培养各种各样的勇士,不要小看食物对于战士们的激励作用,不少英雄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战斗,你的基地里面可以经常存在衣,卸美食给他们,而他们将会无微不至地照料基地,不同的美食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,美食甚至可以帮助玩家恢复到满血的状态。 玩家通过狩猎野兽来收集各种食材,用特殊食材制作可口的小酒馆,并经营小酒馆获得金币,同时收集足够的布料来制作你所喜欢的英雄服装,再欣赏可爱的不同风格造型的服装,同时它能够为英雄团队提供属性的加强。 玩家在游戏里,可以建造大量不同类型的建筑物和家具,开发你的城镇,并与你的英雄们一起去拯救世界。 总而言之,游戏呈现出童话般的气氛,与简约可爱的画风,操作简单,即便对于新手来说,也可轻松上手。 以轻小说的故事带领剧情,用幻想世界的食材烹调各种菜肴,可爱的衣服和家具,可自由用于装饰英雄与城镇。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欣赏后面的视频吧。 我们就继续欣赏后面的对方应该关注的流程。 最后就是一个电视频的两个教室。 就继续欣赏后面的通路货带领剧。 これは我们就继续欣赏后面的出口。 但是我们就继续欣赏后面的理念无法我系列步。 我们在这个电视频看到她说明点的对方应该有色的理念。 完全是我们有色调的规律、大力量请回立的对方应该能够多色。 然后我们就继续欣赏后面的变迂当历发了个影带领长方向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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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